不戏园 假虚十月 写楚生 驻不戏园 看红叶 至定香桥 可不期而至者 八人 南京曾波辰 东阳赵纯卿 金潭彭天熙 朱继陈张侯 杭州 杨宇民 陆九 罗三 女陵陈素之 于刘尹 张侯写尖宿 为纯卿画古佛 波辰 为纯卿写照 杨宇民 谈三弦子 罗三唱曲 陆九吹消 宇民 付出寸许戒齿 据小吾 用北调 老说金平梅一句 使人绝导 事业 彭天熙 与罗三 与民 串本枪戏 妙诀 与楚生 宿之 串吊枪戏 又赴妙诀 张侯唱 张侯唱 村落小歌 鱼曲琴贺之 牙牙如画 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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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地 无异常 以幼 兄辈酒 鱼曰 唐培将军民 居丧 请吾道子 画天公 必 度王母 道子曰 将军为我 武剑一回 树音 猛力 一同幽明 民脱催衣禅节 上马持咒 挥剑入云 高石树杖 若电光下射 直竅成之 透见势而入 观者经历 道子愤昧如风 画必立就 张侯为纯卿画佛 而纯卿武剑 整今日事业 纯卿跳身起 去其竹节边 重三十斤 做胡玄武树禅 大绝而去